全理皆是事 全是皆是理 这好像混淆了 四是事理是理 事理又不杂 所以说没差别 不良样 因为啥呢 同意法界提供 所以相会相容 普入三四 过去未来现在 在四千项上 各是各 在总体上说 是个理 在四上说 各是各 每个各是各 又会归于理 先举例来说吧 这样大家很糊涂 人 这是理 这个理 随以四 老人啊 小孩子啊 男人啊 女人啊 黑总人啊 白总人啊 黄总人啊 蓝总人啊 红总人啊 无准无尽的 但是四千差 里面都是人啊 人就作为理 都是人 就代表了 说不说人 说有情 这个更广了 有情 有感觉 有知觉 马牛羊 鸡三世 出生 把六道都瘦弱 他体性是一个理 在四有千差 每个四有句主理 就四来先理 理呢 又能成四 没有差别 因为 诸法同这法的体 所以他能相容 普入三世 各是各 个别是个别的 人总说起来 说个体 没有了 就完了 但是你要是 就思想来论 要了解 那差别性可大了 我刚才举的例子 人 完了 人 人不知雏商 也不是那鬼 就是一个标个人 所以说 在四上 不圆的话 各是各 说体上 说性体上 是一个 所以说 经常 圆融化 生死 就是内畔 生死 就是内畔 生死 就是不生命 咱们经常说的 说色的是空 空的是色 其实呢 色是色 空是空 空不是色 色也不是空 说男人 绝不能是女人 女人也不是男人 说红总人 红总人 绝不是白总人 白总人绝不是红总人 是要分别的时候 要圆融的时候 这样讲的 说佛法 法是方法 佛是觉悟 是觉悟的方法 那一觉悟 来观这一切 不觉悟 不觉悟 没得体啊 你这觉悟 是说的啊 那你说 一切法 皆是佛法 一切佛法 无所争议 佛法又不予于四间法 四间法 也不予于 不予于佛法 四间法是四间法 佛法是七间法 中间又无杂乱 法界体性 普入三界 这个都是圣神的灌道 得语言文字 说的越多 越不得入 默契 默默的契合 说就要修灌了 灌是思维修 思维修是三脉啊 三脉要正定啊 当你病了才能发挥出来 才能发挥出来 但是 语言 是启示 是开放 它不是真实的 它不是真实的 一种语言 一种文字 这都叫假象 假象 所以你必须得一理其弱 佛法四间法 融为一体 但是佛法是四 佛法四间法是法 它又没有杂乱 又没有差别 这才叫法界 体性 平等 这叫善现 善现一些诸法 普入未来 现在 普入三四 这是 顺这个理性 而产生的大悲 头一项我跟大家讲过 性况能生缘起 这个缘起主要是大悲心 咱们讲菩提心的三心 般若心 大悲心 大悲心显般若的智慧 以般若的智慧 散现起于大悲 以大悲化导众生 越化导众生 大悲心越增长 体性越圆满 咱们前头讲 众生无一之处 那菩萨就给众生 做一之处 大慈悲心 大慈大悲 给众生做一之处 一切众生 做所一 众生为能一 菩萨不守大愿 大悲 才能发出智慧光辉 所以 才能给众生 做一之处 菩萨是福做事念 菩萨又做入世思维了 我不成熟众生 谁当成熟 我不调伏众生 谁当调伏 我不教化众生 谁当教化 我不觉悟众生 谁当觉悟 我不清静众生 谁当清静 此我所欲 我所应做 这叫大悲心 必须有建立一个起来 这个大悲心建立起来 发生 奢说众生 度众生 这句话 这个含义 就把这个责任 度众生的责任 承担起来 没有智慧 生不起大悲心 没有大悲心的利于众生 化道众生 成不救不了 菩提的智慧 满足不了自己的菩提大愿 两个是互相关联的 建立一个时候 众生的一个大愿 成就众生 自己成就 自己成就 而能又去成就众生 这是互相 相 相扶的 但是教化众生的方式可多了 有的是奢授 有的是折服 折服的态度 实现的就不同了 像咱们讲的后头 三才童子 穿了无厌诸王 他看一看是杀害众生 脑害众生 到他那道场去了 挂的不是人脑壳 就是人的腿啊胳膊啊 挂的无穷无尽的 尸体 是折服众生 让众生看着害怕 折服众生 让他不造业 涉受众生 让他不造业 目的是一个 让一切众生 都能误得他自己的 本具的体性 使他能够圆满地 成就大菩提 现在不讲清净吗 让他把一切获悦都断了 清净无为 得涅槃果 就是大悲心的 就是大悲心的 所要做的 菩萨还要做四念 不止说要负起度众生的责任 还要做什么念呢 要我自觉持甚深法 为我一人 得二多了三百三 有了三百三的 独得泄脱 而是众生 盲民无默 如大显道 若烦恼之所残访 若众病人 横受苦痛 悔出贪耐欲 不能自说 人间的贪耐 就是地狱 贪耐欲就是地狱 不离地狱乐鬼出生 脱离不了阎王界 阎乐王界 地狱乐鬼出生 三乐道 不能灭苦 不能舍乐业 为什么 长处慈难 落于无名壳里头了 不见真实 不能见到自己的法相 不能悟得 在生死轮回当中 处理不了 无得处理 终于拔难 众够所着 种种烦恼 否障其心 邪见所迷 不行正道 菩萨 若是关注众生 作甚念 要此众生 未成熟 未挑副 十二 取任何 多罗三不成 是所不应 得当先化众生 与不可说 不可说 结 行 菩萨行 未成熟者 先令成熟 未挑副者 先令挑副 所以菩萨自己的观照 思维 这就是修行 菩萨的修行 咱们是实行菩萨吗 实行菩萨第六行 行善限行的菩萨 他自己这样思维的 说 广是我自己得到这个圣神法 就是善限的法 不是智慧的法 我得到这个圣神法 我一个人 我自己 得泄脱了 独得泄脱 我得泄脱了 众生没泄脱啊 众生没泄脱过 我不能泄脱 文化句子说 众生病过 我病 众生有病 所以我才有病 众生为泄脱 我不能泄脱 但是众生 他不能得泄脱 不叫我去他 他不能得泄脱 盲 明 无目 众生不知道法 没有光明 出黑暗当中 如是没有眼睛 没有眼睛 走道 他不会显得了 哪个是散道 哪个是哪道 哪个是大道 哪个是小道 他没有选择 他不知道 他说盲明无目 没有眼睛人了 入大险道 那道路非常危险 这是指着人说的 在人类当中 烦恼 战法 疏法都处理不了 被烦恼所吸了 脱离不了烦恼的吸收 犹如害重病的人 横受苦痛 病苦啊 病苦心不难 心不难是因为身不痛快 不舒服 心不难 横受苦痛 处贪耐欲 形容一切众生在世间 就是贪耐了 贪耐的东西太多了 贪耐就不能挂住了 因为贪耐不能处理 不能处理 不能处理 不离地狱乐鬼 阎屋出生阎王的戒 永远在地狱当中 不能处理阎王的管乡 不离狱乐鬼 出生 因为他不能灭苦 为什么不能灭苦呢 相续不断地造恼 他不想恼业嘛 想让你苦啊 恼业是因 苦是果 所以不能灭苦啊 为什么他要造恼业呢 他是愚昧无知 慈难 出于污名啊 没有光明 没有智患 不知道处理 不见真实 真实就是说 不见得自己的性体啊 不能回归于自心 不能回归自己的心体 就在生死六道 像车轮子似的 转个不停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安详市集营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疯坏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起见49日药师法会 日期5月2日到6月29日 时间每日下午两点开始 恭请战性法师主法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避免信众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共募佛恩 欢迎加入分会爱群组 可登记病苦者 每日法会后皆会回向 慈悲至业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燦法会 及三世信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十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亮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一天 佛陀从肚体长者的门口经过 那时长者不在 看见长者的家布置的富丽弹簧 大厅旁还放着一张精美的座椅 有一只狗很舒服地趴在上面 这狗看到佛陀探头进来 他也不理 于是主人问幽人 是谁得罪我的狗儿 怎么不高兴了 幽人向主人报告 刚才佛陀来过 讲了几句话 他就静了下来 连饭都没吃 这位长者爱狗心切 马上去找佛陀质问 您是那么慈悲 但为什么经过我家去骂文 让它闷闷不乐 你关心这只狗是正常的 因为这只狗过去真是你父亲 所以你这么关心它 它也很喜欢你 肚体长者听完不太相信 用什么方法证明它是我的父亲呢 它有守财执着的习气 在你小时候 它怕财产失落 可以埋藏一些金子和财物在家里 因为它执着的念头很重 死了以后还不放心这些金银财宝 所以又投胎到营养的母狗胎内 跑回来看守这些财宝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回去问它 过去所藏的财物在哪里 肚体长者听了 慢性奔疑 回到家后 它摸摸这只狗 对它说 你如果真是我父亲 就带我去你埋藏财物的地方 结果 这只狗在椅子底下不停地嗅来嗅去 并且用爪子一直爬 长者看到这只狗的举动 就叫工人移开椅子下的地砖 挖掘了一尺多身后 果然发现许多庄金银财物的梦和珠宝箱 这位长者看到这些东西时 不禁内流满面地说 好夸张啊 如果人一心执着实在可怕 父亲为了守住这些财物 竟然死后 还回来投胎身为一只守抬狗 真是可怜又可悲啊 我太难了 学佛多一点 父母亲应该给孩子正确的金钱观 不要对物质和金钱斤斤计较 孩子的学习成长过程中 父母亲是最重要的榜样 凡是教孩子以正确的角度面对 那么他长大以后 便不会是个小气鬼 也不会是个花钱如流水的败家子 对事事物物都可以中庸之道面对 佛教讲不执着 就是说凡事都应该看待 不应该对某件事情固执追求 世上绝大多数人 执着于明、力、食色、税而生起烦恼 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智慧的人 事实上要训练自己成为有智慧的人 不要让烦恼主导自己 甚至于弄到想不开或做傻事 而是要转一个念头 因为所有的事情总有烟消云散的时候 人生如梦如幻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